新年期间朝野政党没有停下脚步 积极游走各地争取宣传造势 马秀强今天在霹雳和风出席民政党的新春团拜时指出 许多华裔选民对国阵的态度有所改善 因此有信心来接大选能拿下野朗州席东山再起 这名民政大家长顺势宣布 举荐妇女组主席陈莲花为野朗州席候选人 同时呼吁选民插亮眼睛 支持过去四年默默耕耘的陈莲花 而不是那些过去三年都毫无建树 却在投票日前两个星期耍嘴皮的候选人 我去出席很多团拜 那么我可以看到华裔的反应对国阵增加 比2013更好 所以在这里我有信心了 包括这个加隆的州选区 我知道上一届我们输 这一届我们推荐陈莲花 我们的全国妇女组主席 那么因为他努力了四年 我有信心 这次他有很大的希望 民政党力求重振旗鼓 但能不能加努力换成选民手中一票 不到最后还不知鹿死谁手 那游子青年的票大多是倾向反对党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选举有很大的影响的力 所以说我说这次的大选都是五四对五四的罢了 民政党五零五大选在霹雳上阵的三国四周全军覆没 直到2014年马秀强披甲上阵安顺国系补选成功收复失地 感谢观看